别藏了 能杀我百上中无数精锐 不能连一招都走不过吧 你比那些蠢货聪明 不过 只有一点 血脉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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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星植我可没见过 老头 你一大把年纪 不讲武德呀 没办法 你确实很强 为了红叶 dépend光 天述 石青 还有我无数弟子 今日 你必须得死 他们是你杀我的 一把刀 给刀报仇 别装了 得不到就毁掉 毁不掉就拼命 不错 他们算不上 只要我活着 还能有千个万个百伤宗 我是爱财的 可惜你太霸道 已经不能为我所用 但若让你与其他宗门联手 我的宗门再难有出头之余 所以 所以别啰嗦 我记得当时月天机 似乎让你吃了一番苦涂 帮你 一回 一招天魂引剑就不是了 看来我有些高估你 凤凰节第二世 坟天之宴 凤凰之火 天剑最终吃 金氧金血 别费劲 锁灵剑专锁神魂 你灵力再强也没用 可惜了 这么优秀的天才 千年难遇 被我一个祥诸 弄得灰飞烟灭 就成了没了 下辈子遇到我 早点任我当主子 怎么回事 你怎么没死 魂力凝剑 以剑破魂 可惜了 这么优秀的剑招 被你用得不狠狠 素灵剑竟然失效 这小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龙爷爷生气了 好可怕 龙魂上剑 苏灵剑竟然会叙效 你的神魂不可能这么强大 除非 你是练了万年神魂的老怪物 不是神魂 是龙魂 下辈子遇到我 记得多远点 主人 总算打完了 我们现在去哪儿啊 累了 先睡一大觉 喂 你怎么又饿了 一个时辰没吃东西了 当然饿了 主人 我要吃猪猪 有猪吗 客官 我们这米店 哦 你是什么 找到了 来一头 啊 这 小姑娘 你找黑火猪啊 我带你去啊 火猪呢 别心急啊 猪在我们圣子的房间里 要多少有多少 一脸假笑 还把人往房间里填 主人 你说的坏人 是不是就是他们这样的 对了 所以怎么办呢 帮他们 点成讨论 臭丫头 敢扔我 我可是九天大夫 第九生子的人 你是九天到宫的人 知道怕了吧 你们圣子 在哪儿 快说 主人 你好像捏得太紧了 他说不了话啊 持 持血神潮 马上 就是他和公主的大婚 你说 什么 我看出来了 公主这是想把自己活活饿了 那可不行 你是我们圣子看上的猎王 今日里程之前 你不能死 你不能死 张飞 骂他 这么点力气 你也没吃饭 小娘们儿不识好歹 你灵力被我们疯了 爹妈被我们杀了 一块针板上鱼肉 不会还拿自己当公主了吧 鱼肉也好 公主也罢 总之秋恒想要我的亲与我的命 我偏不会让他得逞 你灵力明明被我们疯了 怎么还没 灵力确实被疯了 但拳脚还在 你想自杀 你灵力明显 娘子聪明人 就连寻死也能找得到这么隐蔽的方式 但夫君我 可不能让你死 滚开 伤人寻死 气运都会骤降 但娘子的气运却越发强盛 我若能源源不断吸取你身上的气运 到时候圣子之战 别说往前进一位 就是圣子之手 我也不是不能当一当 你给我 吃了什么 放心 死不了 五十钱我会给你半粒解药 不会让你误了我们的大事 你 一时已到 一拜天 啰嗦 啰嗦 换个人 不 夫妻对拜 不拜 我劝你现在就杀了我 否则你一定死在我的手上 愤怒了 绝望了想杀了我 可惜 你的气愿弱于我 随你怎么挣扎 到头来 我只需要弹弹手指 你就得乖乖听话 什么人 哪儿来的 你也放我 没事了 我来了 好强盛的齐悦 怎么回事 你中毒了 是他下的 放手 好大的胆子 红莲 流口气就行 是 主人 叶公子 这毒怪异 只有他的紧要才能拔除 金针 他是没用 先阿智 解药不用担心 自然是立志战旋巅峰 而且 还有很多不弱流的阴隐碎 还有很多不弱流的阴碎招式 打败他可能没那么容易 这么大力竟 可不讨男人喜欢 关你屁事 干脆立我 我喜欢你 你敢打本生子的脸 这一巴掌 打你的不讲武德 这一巴掌 打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这 怎么回事 虽然他是天才 但以通旋径超越我这个战旋巅峰 也太离谱了 这几巴掌 打你千年无辜 使军事后 随后这一巴掌 使天公主赏你的 救命 忠败 老虎不发威 你真当我是病猫 你们几个 既然想装死 那就都别活啦 凶横 一个王八端 我 别 他 你 你 吸取了他人继日 他的实力竟然瞬间保障了十倍不值 可惜还是不够看 血脉之光 该死 我就恨你们这些狗屁天才 仗着天赋夸精杀人 妖舞扬尾 你们就该被我撵在九顶 打不过就埋怨天赋 实力配不上野心 你就是个畜生 哼 那也是能杀天才的畜生 他竟然 受化了 是 是 是